哈喽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 这个周你过得怎么样呢 上周六我先去学校上课 下课之后呢我去了一趟海边 然后还买了一些海鲜回家 你去过海边的那种海鲜市场吗 可以直接从渔船上买海鲜 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现在是周六大概先几点 12点钟 然后我们打算去一个海鲜市场 然后去找一些好吃的海鲜 我现在好饿呀 因为我早上8点钟上课 上到刚才12点钟 所以我现在 而且我早上没有吃早餐 所以我现在非常非常的饿 然后我们一起去吧 海边的午饭我们吃了炸鱼和薯条 我很喜欢吃薯条 我也很喜欢吃鱼 炸鱼和薯条是英国很有名的一道美食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说炸鱼和薯条 是在电视上看到贝克汉姆介绍的 感觉好棒啊 这是两个taco 这是鱼和薯条 我拿了一点餐巾纸 然后还有这个是番茄酱 在你的国家 你最喜欢的美食是什么 在评论里告诉我吧 我是一个美食爱好者 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去尝一尝 我先挤一点柠檬上去 我非常喜欢吃薯条 平时我都在超市买海鲜 海鲜的种类比较少 而且价格贵一些 但是工作人员可以帮我们处理海鲜 这次我来到海边的海鲜市场 我们可以直接从渔船上买海鲜 真的是又新鲜又便宜 但是他们不帮忙处理 这边全都是海鲜市场 你逛过海边的这种海鲜市场吗 你更喜欢去超市买海鲜 还是去海边直接买呢 你看这里有好多的大虾 Jumbo 超大的虾 这个颜色好棒呀 海鲜爱好者的天堂 我们在海边逛了很久 因为这里的风景真的很美 最后我们买了一条三文鱼和四个海胆 我们挑了一条最贵的三文鱼 因为我们想用它来做生鱼片 哇 这些叫海胆 好酷哦 我的天 我第一次见这么多海胆 我们买了四个海胆 这是我第一次买海胆 因为之前我都是在日料店里吃海胆 你喜欢吃哪种海鲜 龙虾 鱼 贝蕾 还是你对海鲜过敏 不能吃海鲜 在评论里告诉我吧 这边有很多人在钓鱼 我有点想过去看一下 这个叫飞鱼 就是飞鱼罐头的那种 我第一次见到活的飞鱼 哇 颜色好漂亮 掉了这么多了 天 好厉害呀 21只了 是吗 他们真的很厉害 我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钓了20多条鱼了 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快乐和成就感 你喜欢钓鱼吗 你会不会觉得钓鱼很无聊 是浪费时间 我小的时候不喜欢钓鱼 但是我长大了能够理解钓鱼的乐趣和成就感 从海边回来我迫不及待想要去开海胆 因为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开海胆 我很好奇它里面的结构 我还找了一些视频来学习怎么开海胆 开启我人生中第一个海胆 它像一个红色的刺猬 就是这个 这个颜色好漂亮呀 好我准备了一些工具 有这样一个小刀 然后一个小勺子 把那个海胆的肉剃出来 还有一把海鲜用的剪刀 我只能说这个过程太难了 我终于知道日料店的海胆 为什么卖的那么贵了 好我们开始吧 开了 像这样一个像一个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说 像一块小 这是一块小骨头 像给它剪头发一样 把长的头发先剪掉 可能是让里面的肉稍微松一点 我终于看见肉了 还有五个 一二三四五 但是上面有很多这种黑色的东西 我们需要把这些剃干净 这个黄色的 橘黄色的就是海胆的肉 可以吃的部分 这是我第一次剥的五块海胆肉 像一个星星 最后我做了海胆寿司 你喜欢吃寿司或者生鱼片吗 我非常喜欢 你更喜欢生食还是熟食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接受生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订阅我的频道 中文博主会说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这是一个网络用语 因为它包含了这三个动作 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来 若文 拜拜 拜拜